本地今天新增40起冠病确诊力 当中4起源自社区本土传播力 其他的36起是输入型病例 入境时已接获居家通知 目前我国累计冠病确诊力59,197起 副总理王瑞杰今天在国家传染病中心 接种了第一剂的冠病疫苗 王瑞杰在Facebook发文 鼓励民众在按顺序轮道时尽快接种疫苗 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和社区 王瑞杰表示冠病疫苗是安全且有效的 像自己这样的中风康复者都能够安心接种